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這個 Jimbo 剛剛從 Shopee 收到的 我們買這個 然後過後就好奇 欸 這樣多東西的 就試了很多東西 走了很多遠浪路 本來一般是 我們最好奇這個 欸 到底是插什麼 因為沒有說明 所以可能是插紅色 因為插藍色 其實本來我們試了 是插藍色 會出風了 會出風 然後接下來我們幫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直接插用去 或者是放這個 搞大概半個小時 還是這樣小 結果我們發現到 是我們原來 是要開掉這個擺設 浪費了半個小時 等下擺設記得要開掉 我們開掉 沒看到 這個開掉 然後變成這樣子 然後記得是放藍色 搞到我們 半個小時了 我們試一下 然後是不需要這個 也放也可以 不放也可以 剛才試了很多Philosophy 就覺得是腳的問題啦 手的問題啦 腿的問題啦 重量的問題啦 是不是壓力不進去 這件事試一下 啊 有了 我還要多厭網路 原來這個就是這樣 來幫這個Gymbo 都是以為這個害的 原來這個不是 什麼機器啊 原來只是一個 Stacker Stack進去 我還以為它是 那種很像 我們的車輪 可以進不能出 來你知道 純粹是一個Stacker 所以要脫掉了可以 可以買這個Gymbo 可以買給老婆做的話 要脫掉Gymbo 剛才就好奇 咦 這麼一定要抓住 其實現在不用抓住 也可以 太死了 煙網路喔 煙網路 你看 可能1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那樣子 還好我是打Drum的 所以我的手是應該沒有 沒有問題啦 腳更沒有問題 等一下要給你們看一下 過後的完成品 累嗎 累嗎 還OK 這一個是65CM的 65CM的 65CM的Gymbo 買給我的老婆做 for那個台 OK 這個是65CM的 過後應該 大致上 是這樣的 差不多 差不多要幫忙 所以它的limit到哪裡 真的是不知道 這個是買給我老婆做的 這個Gymbo 是for那個台 它會爆嗎 我不知道 真的是沒有guideline 幾十會玩 所以是阿嘎阿嘎啦 你要做爽一點就放軟 你要做彈性一點 就放硬一點 我的老婆沒有那麼重啊 不會爆 Gymbo Gymbo for你的台 比較容易損 比較容易損 這個我不知道 很鬼 其實在Shopee買的 大概 來到應該 二十三十多塊 二十塊 二十塊 OK 現在來到一個很煎熬的時刻 我不知道 拔出來會變成 會不會 會不會漏風 因為這個是它的 Stucker 然後這邊沒有那個 Limiter 或者Stucker 在這裡 一開就是一粒洞 不懂會被 飛出來 我們試一下 這應該ok了 Pack up一點 Pack up 再Pump 大概有十分鐘 這樣子 有看到它擺手 這樣子 放進去 就可以了 會不會太多空氣勒 然後每一個才知道 應該很喜歡 這一個 東西 我們叫拍球 以前 這個課本的時候 拍拍球 會不會爆 我跟他們做 ok啦 這個就是Gymbo 一來幫了整很久 才知道有個Stucker 在這裡 所以改天你們 要幫的時候 記得拿走那個Stucker 你知道 我還以為是架子這樣幫 直接插進去 來的時候 你要拓完這個擺手 ok啦 就這樣子啦 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like share subscribe 尤其是 你結婚的懷孕 買這個 for那個泰盆 是不是 泰盆 噴骨 sorry for你老婆的噴骨 剩的時候比較ok ok 謝謝你們 拜拜 拿這個是那一個東西 ok啦 是我幫完了 要給它放住先了 嗯 等一下Stretch 不是 我會的 不是 怎麼會混在之前 我會想說 我會被按摩 我會想說 不要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